這三年的苗僑偉,基本處於半退休的狀態,所以是居無定所,有一半的時候在國外的加拿大生活,也有一部分的時間在香港生活,想要得知他的行蹤,基本上只能在他人的社交平台上,或是子女曬出的照片中。 而苗僑偉仍來66歲生日,今年生日確定是在香港慶祝,因為他的老友譚詠倫,在社交平台上,曬出了為他提前僵生的照片,大家玩得很開心,不止是吃飯了天而宜,船一起打牌,在場的除了譚詠倫之外,同場的船友港者崔家寶的丈夫,譚詠倫記錄下這一刻,分享了出來,從譚詠倫公開的照片來看, 這是一群男人的聚會與姜生渠,沒有一個女性參加,而一群人聚在一起打麻將,剛好臨近苗僑偉生日,譚詠倫就組織,聽安排了這一場簡單的慶祝儀式,不過出鏡慶祝的,就只有譚詠倫如崔家寶的丈夫,三人同框合照,卓上擺放了一個小型的彩虹蛋糕,三個男人對著鏡頭讚放笑容,不得不說還是苗僑偉罪述,他帶了公式鏡片中, 的眼鏡,船友一頂白色帽子,實在是太有型,男神風彩不減蕩年,苗僑偉借一輪的僵生渠,參與的成運都是香港明星足球罪的,其中崔家寶的丈夫黃文熙,是香港明星足球罪的班主之一,所以他與一眾足球隊成運的關係極好,其中與曾經是成運的譚詠倫苗僑偉,就像哥們一樣,事實上這三年,已經很少看到苗僑偉,譚詠倫偉, 畢詠倫上場踢球了,畢竟年紀大了,也經不起這種劇烈運動的折騰,所以眾人才從室外轉戰到室內,從打球變成打麻將,以此雍系彼此之間的情義,此次黃文熙為苗僑偉僵生,也算是回歸之前,黃文熙父趁做一百零二歲大壽時,苗僑偉的出席, 總之大家禮上往來,詩交甚督,苗僑偉獲得譚詠倫的提前僵生,意味著他在香港,言下之意就是他今年的生日,子女都不在身邊,相伴的就只有妻子戚未曾,雖然子女不在寶身邊,但是苗僑偉的一對子女早就有所準備,以特別的形式為苗僑偉僵生,苗僑偉的一對子女在國外, 原本是有為苗僑偉僵生的時差,不過,他們以苗僑偉所在地方的時差為準,就在苗僑偉生日當天,送上了特別為父親剪輯好的視頻,以此作為慶祝的禮物,這是苗僑偉與子女一起去看美美演唱會的視頻,子女們很有心思,從進場開始,就以手機記錄下,苗僑偉到觀看演唱會時的各種狀況,從視頻來看,苗僑偉顯得 極為興奮,在場外像個孩子一樣,一距來回奔跑,一距船各種跳躍,而剛好中人前面有個身高很高的男士,苗僑偉船專門跑到對方背後,跳起來要與對方比高,真是活潑到不幸,而在場內,苗僑偉找起手機進行各種拍攝,一家四口再演唱他現場開心不宜,苗僑偉畫虎不是梅梅的粉絲,但不影響他投入觀看演出之中, 其間還不忘與兩個子女,妻子戚美珍一同合照,由於一家人都在搖滾勾觀看演出,全程可以自由站立,苗僑偉就更顯得興奮不宜,隨各各種擺動,既投入又放松,苗僑偉在,看演出的當天,打扮休間,帶了與譚詠倫慶生時的白色舞子,標配的船有墨鏡,整個人繼續保持迎藍的風采,事實上當天戚美珍也在場, 不過,這是為苗僑偉特別剪輯的僵生視頻,戚美珍不是主角,也就只是稍稍老了年,苗僑偉的子女在剪輯的視頻中留言,表示以父親的生日感到開心,以父親為榮,所以特別製作了這個,苗僑偉觀看美美演唱的視頻,作為禮物送給父親,回頭來說,現年66歲的苗僑偉如今專注享受生活,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的他, 這幾年幾乎都不怎麼在家工作,除了回到加拿大陪伴子女,儘享親子之樂之外,也他四處旅遊,感受世界各地的風采,而留在香港的時候,他不時的與老友們聚會,生活猶災猶災的,別看了喬喬偉已經減產了,但是對外在依然有很嚴格的要求,每一次看到他露臉,身材都是那麼健碩,終然已經有了滄桑感, 那也是成熟有型的象徵,在中人心目中依然是出氣的男神,人生有何求,不就是如苗僑偉借搬,子女相傳孝順家庭和睦,生活無憂,這就是典型的人生贏家,三哥苗僑偉一直都是圈內出名的型男,雖然已經六十多了,但是仍然保持著見美的身材,男人未十足,這幾年來,他一直在跟一群足球運動運一起踢球, 讓自己的身材一直得到鍛鍊,十八日視苗僑偉六十六周歲大壽,波友譚詠倫在微博上與他祖祖慶賀,更曝出其喜上加喜,原來是為了弗洋國稅,苗僑偉借是一如既往地喜歡健身,現在苗僑偉處於半退休的階段,苗僑偉和他的妻子,過去一年一直住在加拿大。 他們曾經偶遇宗家恩以及黃祖藍,苗僑偉和他的妻子,規定其和朋友們在一起聚會,梁思浩祖先曾在自己的社家網站上,曬出了兩張自己的相片,原本是和一幫朋友一起,去苗僑偉一家吃飯的,盧海彭和鎮敏也來了,大家看起來都很健康,苗僑偉和妻子為彭建身舉行了慶功宴,譚詠倫及周文希君出席,林峰畢 一九前曾曬出與苗僑偉、卓希王宗澤等人參加的派對,虎兆紅之女許惟貞,早些時候曾在IG上曬過蛇絲曼生日照,除他的爸爸虎兆紅之外,船友中樹佳苗僑偉張兆偉等人,苗僑偉在港門人的時候,曾經和黃翠瑜一起出現過,苗僑偉一邊和郭佩文學著球,一邊打趣道戲,等你來了,談詠倫十七日在他的微博上,分享了 他和苗僑偉的一帳生日照,拼和崔家寶的丈夫周文希一起,為他切割了一塊彩虹蛋糕,苗僑偉和周文希的幾個朋友,玩得很開心,譚詠倫未有參加,他只是拿著手機將借一幕錄製下來,譚詠倫在信中旋復了一張圖片,上面寫道快樂的生活每一天,身材火爆的苗僑偉,近日在西貢被網友遞住,大讚有營! 苗僑偉的壽臣周文希,妻子譚詠倫等人都來了,三嫂戚未曾,富豪邱子杰妻子邱李茂奇也來了,王翠瑜肖正男王日華,苗僑偉的生日是在海上度過的,苗僑偉回到香港後,與王日華何嘉敬等人一起練習功夫,苗僑偉和好,有王日華時常練習健身以擁持身材,苗僑偉,也經常帶著他的孩子苗進去打球,苗僑偉和王日華, 已成為周潤發的跑堂兄弟,香港巨星足球俱樂部,在貴州用江川超級聯賽體育場,進行了一次友好的比賽,領罪的是73歲的譚詠倫,何柔鏗的,出席者包括譚詠倫陳百祥何嘉敬,王日華和苗僑偉,苗僑偉的身影在賽場上的風采,開幕式有國歌,大家都嬉唱,苗僑偉和貴州省的超級足球聚,進行了一次國旅, 妻子戚美珍也到場之遲,兩個人牽著手站在一旁,羨慕的不得了,譚詠倫十七日在他的微博上,發表了和苗僑偉一起僵生的相片,旋配了一句話,我和我的三弟一起過了一次生日,除譚詠倫之外,崔家寶以前叫崔家寶的丈夫周文熙,也在1986年參加算尾比賽,三人一起為他準備了一道彩虹蛋糕,苗僑偉和周文熙的幾乎, 玩得很開心,譚詠倫未有參加,只是拿著相機把這一幕拍下來,旋復上了一仗常備圖,上面寫道快樂的生活,快樂的每一天,苗僑偉得到了網友們的祝福,聘在下面留下了一句話,感謝你們的支持,感謝你們,崔家寶的老公周文熙,是黎明足球聚的聚長,和球星足球聚運關係匪戰,周文熙的父親周千毅,在去年的一百零二大, 壽大壽上,譚詠倫和苗僑偉等球星都有參加,1995年拍《烈原情龍大帝侯》,崔家寶就退圈了,崔家寶在1995年,與黎明小學校董周文熙列婚,列婚後,崔家寶生了兩個危子和一個女人,目前三個孩子都已經長大,分別在其他地方發展,大仔周智人是上海的服裝商人,他的二女人周雅文。 是加拿大的友人袁老師,妻子王自然是一名國際名模,崔家寶人退二十八年後,一直以豪門太太的身份,出現在公眾面前,但崔家寶仍然和圈子里的朋友們,保持聯繫,崔家寶與他的朋友們一起為他僵生,足球巨星也參加了這次的現階,其中有陣百祥如毅志豪,崔家寶以粉紅女郎的形象,出現在公眾面前,崔家寶以粉紅女郎的形象,出現在公眾面前, 留著一頭粉色短髮,皮膚白色細膩,顯得很年輕,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內容,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,歡迎訂閱點讚轉發,感謝大家的支持! 字幕提供